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有話好說 現在正在進行的是 中選會所舉辦二零二零 總統大選的第一次政見 發表會 從七點開始呢 已經發表了第二輪的談話 待會我們會有比較 完整的一些整理 不過一開始呢 包括民進黨的候選人 蔡英文女士 跟國民黨的候選人 韓國瑜先生 炮火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猛烈 等一下我們好好來談一談 今天的這個政見 發表會的重點 以及到目前為止 三方陣營提出來的相關政見 到底要如何改變臺灣 讓臺灣更加進步 先來介紹三黨的代表 首先歡迎是親民黨的發言人 張索文 張維園你好 憲聰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是民進黨的前副秘書長 徐家欽 家欽姐 憲聰大家好 感謝是韓國瑜競選辦公室的北半主任 鄭氏惟氏惟兄 大家好 我們等一下會比較完整的 不過我可能先提醒 或是重複想一下 是七點的時候 第一輪由韓國瑜先生先講 那現在在網友也有一個共筆的 比較完整的書面東西 我稍微談一下 韓國瑜先生一開始就炮打蔡英文女士 炮打兩點 他說蔡總統根本不愛中華民國 我根本不要九二共識 而且對不起長期支持 台獨的朋友 那他高喊三聲 那個中華民國萬歲了 然後呢 他希望蔡英文女士勇敢喊出來 臺灣獨立 那蔡英文女士說 到底是不是支持臺獨 再來呢 他也批評民進黨 在連結的部分 有很大很大的問題 他說呢 他相信在蔡英文主導之下 有很多人貪污 我想請教一下世衛兄 所以包括中華民國 這個兩岸的路線 兩岸的這些分歧 以及連能 是這一次的重點 我想說 我們這幾年來看到民進黨執政底下 你兩岸的這一個對話 全部停擺 那大家也都知道 外交的一個政策 還有經濟的一個政策 我相信兩岸的一個關係 他是不可以避免掉 我們常常在講 馬英九擔任總統八年以來 尋求的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的一個基礎之下 讓兩岸能夠擱置爭議 求同存異 你看到ECFA 也是在那個時候所簽訂的 我們兩岸的一個經貿的一個往來 我們貿易順差 我們差不多七八百億喔 是 這對我們的一個經濟 他是有多麼的一個珍貴 那你想說外交斷交了六七個邦交國 是 然後你全部都推給對岸 那我們常常請問 你不要九二共識 你不要一中各表 那你要什麼 你可不可以提出另外一個 是兩岸能夠對話的一個管道 那同樣的 這是兩岸的一個政策 那再過來 你講說這一個聯能的一個部分 為什麼韓國瑜在去年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他也宣示 假設如果我有貪污的話 你不用假釋你把我關到死 是 那我相信這不只是一個宣示 對他個人 對於我們中央政府機關 你看到有很多的一個國營企業 你像他高雄的一個慶富案 甚至於講說 我們看到最近的一個遠航的 這一個借貸案 還有很多的一個國營企業 是 有這麼多的一個貪官污吏 結果呢 好啦 那你把他關一關 他甚至於他可以假釋 他就息息出門 那對我們老百姓 對於這一些 毕恭毕敬的這些公務人員 我相信老百姓 他要的是一個信任 我再補充說明一下 韓國瑜在第一輪發言 也談到說 如果他當上總統的話 他第一時間就會成立特徵組 那要去調查 包括前瞻基礎建設 然後包括風力發電 為什麼要兩兆 那他也說呢 包括高雄的負債的問題 當然他說 也要用同樣的標準 來調查他自己 本人的青年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 韓國瑜宋楚瑜跟蔡英文女士 在第一輪的發言重點 我是一個身體力行 來推動民族主義的實踐者 我曾經全程的參與過 我們促使台灣從威權體制 轉型成開放的民主 解除戒嚴 開放黨禁 解除暴禁 修改刑法一百條 讓台灣人不會再因為 政治理念的不同 而被判為政治犯 同時我也曾全程的參與 終結萬年國會 推動總統直選 我很自豪地說 宋楚瑜是重要的民族 的推手 並且曾經做出關鍵的貢獻 蔡英文總統身為中華民國總統 享受到中華民國憲法 但是你完全讓他們失望 所以我希望蔡英文總統 如果不支持台獨 講清楚之後 請跟著我的方向 我大喊三聲 我希望蔡英文總統 你也大喊三聲 中華民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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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民進黨執政 在蔡英文領導之下 很多人都在貪污 為什麼民進黨執政 蔡英文總統 你堅決要廢除特徵組 民進黨為什麼要廢除特徵組 很清楚 你為貪官污吏 開一條路 讓他們一路有綠燈 我們現在不就是正在選 中華民國總統嗎 我現在就是第14任的總統 我們現在在選第15任的總統 另外 我們這滿場不就是國旗嗎 我已經擔任總統三年多來 這個政府的運作 不就是跟著我們中華民國的 憲政體制在運作嗎 所以我剛才聽他講了一大堆 關於中華民國的事 就是無中生有 他講到清廉的問題 我倒是要問一下 這段期間以來 高雄市政府 一直在討論一件事 就是閨蜜變主蜜的事情 那閨蜜 第一號閨蜜辭職了以後 第二號閨蜜又變成主蜜 這件事情 韓市長有沒有好好的解釋一下呢 那我要再說一個 那我們剛才有說要特徵組 要重新設立 要來調查所有的人 包括他自己 可是韓國瑜市長 連自己的豪宅的事情都迴避 都講不清楚 這是第一輪的針鋒相對 我們趕快來看看韓國瑜在第三輪的證件發表 再來學生開始裝冷氣 未來六萬個高雄的孩子要吹冷氣 因為工業污染區非常嚴重 高雄支撐的台灣重工業60% 但是高雄的孩子在讀書 這麼炎熱的天 空氣又不是這麼的好 我們幫他裝冷氣 再來很多家庭經濟不好 禮拜六禮拜天不上課 沒有營養午餐 我們發愛心餐券 我們已經發了113萬張 113萬張愛心餐券 怕孩子禮拜六禮拜天寒假暑假 暑假會餓肚子 再來未婚媽媽 很多女學生懷孕 不知道人生該怎麼辦 我們成立未婚媽媽珍珠之家 你來政府一定照顧你 你不要害怕 你也不孤單 這都是高雄首創 再來雙語教育 高雄市是全台灣現在 充斥雙語教育第一名 我們財政這麼困難 擠出2700萬推動雙語教育 今年達到24所 明年預計要48所 再來最後一點 空屋 我們跟台電談判 所有新達火力發電廠 拜託 你在冬天的時候 千萬要降低 新達火力發電廠同意 我們降低深美 蔡英文總統 你的能源政策 你大量的燒煤炭 要花兩兆蓋風力發電 你知道現在中部人 有多痛苦嗎 台中 彰化 苗栗 南投 雲林 你知道現在台灣肺癌 死亡率是全亞洲第二嗎 每一年 發生連環車禍 有人傷亡 我們心裡都很難過 每一年有一萬人死於肺腺癌 你執政這三年半 你自己去中部 看一下那個空氣 看看那個空屋 中部人的肺都快爆炸了 而且不抽香煙的 佔百分之五十 死亡的肺腺癌 不抽香煙 佔百分之五十 就是你能源政策一錯再錯 我們強力改善高雄空氣 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十六點四 各位親愛的台灣同胞 真的 政治沒有這麼複雜 凡是乾淨選舉 一定乾淨執政 凡是骯髒選舉 一定骯髒執政 千古不變 我們全力衝經濟 但是政治人物有兩大神聖目標 在我們的肩膀上 這個是韓國瑜市長 在第三輪講話的重點 他特別談到說 他這十個月來 在高雄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包括農產品外銷 達到以前的三倍 賣了六億多 包括高雄觀光 住房率成長百分之二十一趴 清水溝的一些沉積 然後下水道 阻塞解決的問題 然後他也批評說 民進黨執政過去 登格勒的問題很嚴重 所以他在講說 他到底在高雄 改變了什麼事情 我剛剛談到說 包括兩岸部分 包括清廉的部分 很顯然韓國瑜對民進黨 有很多很多的質疑 我請教一下嘉清姐 您如何回應 我想韓國瑜先生 大概這個團隊 沒有給他一些正確的資料 作為執政黨 我們接受批評 或者是任何的監督 本來就理所當然 這是一個民主社會建構 非常重要的一個理論基礎 但重點是 如果是建立在自己 虛幻想像或者是錯誤的資料 請問這樣的批評 要從何去做修正跟改善呢 那對於韓國瑜先生 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發言 第一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他就是喊口號 然後恢復特徵組 沒有其他的政見可言 第二階段勉強講了 但還是沒有抓到重點 難道現在的國家最重要 最急迫的事情 是恢復核四嗎 是這個裝冷氣嗎 是這樣拚經濟的方式嗎 那如果不是 他應當要提出更具體的做法 更何況作為中華民國總統 我想蔡英文總統講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叫做誠信 如果一個市長都可以落跑 都可以回避自己在市府內所做的事情 不可向外人來負責或承諾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如何繼續挑戰一個更重要的職務 再有他自己任內 他說要拚經濟 但他六百萬借給他的好朋友 王小姐 這投資是對的嗎 我想過去到現在 韓國瑜先生從討房到借錢給人家投資 到他怎麼運用他的這個所謂選舉補助款 等等移入到今天 以及他在高雄市就目前為止 連輕創的基金都只有兩千萬到位而已 所以以這樣的一個執行能力 以他的壁畫的能力 我不見得看得出來 他今天的證件發表會 有提出更能夠洗刷 他過去這些被人家質疑的成科 以及讓大家有耳目一心的一些新的看法 那蔡英文總統 我想他在這三年多來 已經在證件上落實了非常多 包括長照 包括托育 包括財政改革 年金改革 社會住宅 當然更包括很重要的所謂的 產業結構的改善 那產業結構改善具體呈現出來就是 第一個 這個所謂的投資大爆發 今年到目前為止超過七千多億的這個投資 不管是台商或者外資進來 或者是股市到今天上了一萬兩千多點 這也是三十年來最好的成績 那我想這些東西可能大部分的人都還不無法馬上可以感受到或者是滿意 但我們至少在一個正確的道路上 往前行 為臺灣鑑定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是 不過很顯然韓國瑜對於剛剛蔡英文蔡總統的回應 他是說呢 其實是有一點雞同鴨講 那韓國瑜還是在批評說 整個經濟表現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甚至用百頁蕭條這樣子在形容臺灣現在的情形 宋楚瑜 宋主席現在正在講話 不過也許我們等一下再來好好看一下宋主席的發表談話 很顯然這一次宋主瑜 宋主席是左邊打民進黨 右邊打國民黨 親民黨在這一次能有非常不同的路線的展現嗎 我覺得以剛剛第一輪第二輪的這個三個人的表現 好像看不到國民黨跟民進黨在這個裡面 有提到一個具體對國家未來的一個政策 反而在這兩輪裡面 我們看到宋楚瑜從他以前學習蔣經國的這些經歷 包括這個從威權時代走到民主時代 到目前的經濟狀況跟國際情勢 就是他一一的跟所有的鄉親來做報告 反而在第一輪第二輪裡面看到的是 韓國瑜先生他一直在批評蔡總統 那就是中華民國的問題 一個中華民國問題可以問了七分鐘 我就覺得我也很覺得很奇怪了 一個國家領導人一個國家的總統不應該用這樣子來陳述一個中華民國 當然我們也要告訴民進黨執政的這個執政黨 這個國家是什麼國家 事實上就是中華民國 不能外交問題 你也說這個國家 台灣在台灣參加這個國慶日 你也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是哪個國家 我相信在台灣這一塊土地上面 兩千三百萬人對中華民國不用去懷疑 不過可能要打岔一下委員 今天宋楚瑜在談到的是第一個 包括說他認為自己是最有經驗 最有執行力的這樣子一個候選人 第二個他也談到說 台灣跟全世界共同都面臨到六個非常嚴重的危機 包括氣候變遷 人口改變 以及整個國際局勢跟區域整合的這些問題 我們來看看宋楚瑜 宋主席在第三輪的講話重點 市長好好共通 資源共享不分黨派不分族群 而不是到選舉的時候去鬥嘴 這是我非常堅持會一定說到做到的事情 第二 我會很認真的網絡各黨各派的人才 組成大聯合政府 換言之過去即任總統以來 把我們文官制度幾乎完全破壞了 我們要重新找回我們公務人員的榮譽 我簡單講一個事情 我在省政府的時候 對一位公共衛生員在雲林 他去發現一位學生患了開放性的肺結核 他馬上去繼續追蹤 他的家人有沒有 他的學校的同學有沒有 結果發現從一個案子發現了兩千個 一一追蹤幫他們治療 這就是一個公務人員應盡的責任 讓我很感動 我對他一再表揚 大渡火車站那個地方的交流道 被因為枕目的下線 出了車禍去處理善後 不是只有去修這一個交流道 全省770個這些交流道 一律全部重新好好的把它整修 這就是一個我們真正公務人員 我對這些省政府的以前老同仁 你們的貢獻 你們自認為是一個好的公務員的榮譽感 要找回來 宋楚瑜說到做到 第三 我會任命立法院能夠同意的人 來擔任行政院長 總統一到現在的憲法修改之後 可以自由地任命行政院長 但是我向大家保證 總統的權力是要傾聽民意 要得到民意有基礎的人來當行政院長 宋楚瑜也說到做到 第四 我會尊重民意 我會尊重立法院 我當選之後 每年一定會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直接聽取各個政黨的提問 聽他們的意見 找回臺灣民主的價值 做一個向人民負責 這個是及時宋楚瑜 宋主席的現場第三輪的政見發表 觀眾朋友可能可以發現到 我們讓三個人講話的時間 幾乎是一模一樣 不過再請教一下張委員 很顯然兩岸的路線 也是宋楚瑜的強項 也是各界在質疑宋楚瑜的重點 也就是之前宋楚瑜 在跟一國兩制這個議題上 各界也許對宋主席來講說 人家可能是誤會或者是那個謠傳 但是還是很多人認為說 好像宋楚瑜跟一國兩制 這個議題上沒有講得很清楚 一國兩制喔 宋楚瑜從頭自為沒有講到一國兩制 所以說一百個人去問他說 你有沒有講一國兩制 變成有了你知道嗎 所以說從頭自為 宋楚瑜沒有講一國兩制 所以說這個不用談 總統的職責有四個 國防 外交 兩岸 國安 就是四種 那我們所有的國安 國防 兩岸 所有跟什麼有問題 跟兩岸都有直接的關係 可是我們對兩岸的問題 大家都用一個輕忽的態度 不願意正式面對 宋楚瑜對兩岸的問題 他有一個很深入的理解 他認為說 我們要維持現狀 難道我們要維持現狀 什麼都不用做嗎 我們要減肥 一個女性朋友減肥 我要減肥也是一樣 我要做很多的功課 我要做很多的節制 我才有辦法達到這樣子的目的 可是我們的所謂維持現狀 是什麼都不用做 難道什麼不用做 我們就可以維持現狀 但這一點跟不管是蔡總統 甚至韓國瑜先生講的 其實都很像啊 大家都很積極的 想要維繫兩岸的關係 而且創造他是不是要對話 沒有人願意對話啊 但是他如果不跟你對 你就不跟人家對話啊 第一你要釋出誠意 然後你釋出誠意之後 人家願意跟你講 第一 你都跟他衝突 為什麼我們要用衝突的方式 來抵制對方 好 中國可以不用台灣 所有的這個農產品去外銷過去 可是台灣很需要14億人口的紅利 不管是農產品或者是觀光 我相信在座 台灣所有的佩生都希望有這點嘛 不過委員要請教 你剛才一開始就說 怎麼有人總統候選人 說出紋針的什麼中華民國 所以你認為站在親民黨的角度 在爭執 現在是不是所謂的中華民國保衛戰 這個議題 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沒什麼意義嘛 因為中華民國就是已經存在了嘛 至於說民進黨一直不敢說出 我們的母親的名字叫中華民國嘛 那不是這樣呢 剛才出來的總統 他說他就是中華民國中華 其實在那個地方 他就職的時候 他在辯論的時候是有 可是沒其他地方 你看嘛 外交場合 怎麼會這個國家呢 怎麼會沒有中華民國呢 這是一個屬心嘛 你所有外交的場合 你去把它調出來看 全部看不到中華民國四個字啊 這是 這是一個國家的 中華民國是什麼人的 是兩千三百萬人的 我說一個最知道的 我代表去 領總統去領廟 去中選會領就 我是要領哪個國家的總統的領廟 領頭是沒有中華民國十五次 總統的候選人領廟 為什麼連中選會就沒有中華民國 這有夠奇怪的邏輯啊 那個標領頭就是什麼中華民國啊 八十五次啊 那我不曉得你是看到哪裡去了 你看那個整個風嘛 前面最起碼有一個中華民國 第十五屆 完全都沒有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去領 是我去領 所以我完全看不見 就是沒有 我也請教一下施惠兄 我講一開始第一輪的時候 漢國瑜先生他在質疑 小英總統他沒有捍衛中華民國 這件事情 蔡英文女士的回應是說 那在中選會 就是其實在華市的會場 旁邊不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旗嗎 那蔡總統說他已經當了三年多的中華民國總統 不就是跟著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運作嗎 那他說呢 韓國瑜在批評相關中華民國的這些質疑呢 叫做無中生有 我想中華民國這件事情 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真的值得這麼用這麼大的比例來去談嗎 新總統 剛剛碩文委員講得很好 既然你是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既然你是現任中華民國的總統 為什麼在各個外交領域場合 甚至於我們的一個慶典 你要用這個國家四個字 來代替中華民國 我們中華民國有名有名 為什麼你不敢說中華民國 你怎麼會說這個國家 這是這三年半以來 你知道我叫鄭世偉 你叫陳迅聰 我敢說你這個人 他那個人 不會嘛 大家都有名有名 為什麼你作為國家的元首 你不敢說中華民國 你只要說這個國家 那個國家 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不是講說 你是一個最謙卑的政府 你最會溝通的政府 人民老百姓 如果對你有所不滿 你可以大聲一點 甚至於你可以拍桌 現在做了三年半 我們要再選下一任的總統 你現在說 我現在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怎麼說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今天怎麼說 我是這個國家的總統 那我要請教 當然如果我們站 順著這個中華民國保衛戰的情形下 那很多人在質疑韓國瑜的一點 也是在於韓國瑜進了中聯辦 然後在不管是對一國兩制 當然韓國瑜講得很清楚 他是反對一國兩制的 那但是他是堅持九二共識的 可是也很多人是因為 所謂的中華民國的亡國感 或者是臺灣的亡國感 不管怎麼樣 總之是亡國感而使得蔡英文的民調支持度 反而大增 很顯然所謂的中華民國保衛戰 這一個議題上並沒有讓蔡英文失分 信聰我們還是要講 你作為一個國家的元首 你作為一個政府的領頭羊 你要拿出對策 你要替人民找尋出路 如果你覺得這個方案不好 那請你拿出另外一個好的方案出來 不是只有一位的做敵對 所以我們要的是和平沒有錯 但是和平有很多的方法 就如同對話交流 然後兩岸經貿 很多的一個方式 你都能夠淡化敵對的色彩 這也就是我講的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你民進黨這麼討厭中國大陸 你怎麼這麼聽習近平的話 你不是特首 你是總統 你為什麼習近平講一國兩制的臺灣方案 你就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那就是模糊 那就是各自爭議 求同存異 大家就是能夠把那個爭議 你把它放兩邊 我們透過交流 透過經貿 透過對話 我們能夠淡化敵對的色彩 那你今天一味的講說 我講了 M503你也知道嗎 結果到最後 你有什麼撇步嗎 現在ECFA時間快到了 難道你不重視嗎 我瞭解 兩岸的官方政策 整個停擺 你現在敢講說一千一百萬 那為什麼觀光業者都愛紅遍言 嘉欣姐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蔡英文蔡總統 蔡女士現在正在做第三輪的政見發表 我們來看看 我們要努力的去找尋這些人在哪裡 需要什麼 也必須要對應的政策 我舉幾個例子 我曾經在一個幼兒園前面碰到 一個阿嬤跟一個孫子 她告訴我 私利幼兒園太貴 公利抽籤 抽不到 她的三歲的孫女 沒有辦法上幼兒園 這就是我為什麼要花盡那麼多的力氣 那麼多的國家的資源 來徵頒 來提供大量的補助 給我們年輕的父母 讓他們的子女 可以進幼兒園 可以在拖嬰中心 可以受到保姆的照顧 同時我也看到說 很多的小攤商 還有街上的傳統的商家 路上的計程車司機 他們因為受到電子商務 跟共享經濟的發展影響 生意受到衝擊 甚至急速的萎縮 我們針對他們的需求 一個一個的提出拒絕的解決方案 為了提升攤商的小店鋪的生計 我們用了國旅的補助 我們就用了夜市的底用券 我們現在已經回收底用券260萬張 為夜市的老闆帶動商機 營業門普遍的提升到兩層到三層 我們也補助一萬多個小店家 數位服務系統的設置 來幫助小店家提升行動支付的環境 讓營業模式跟得上時代 錢就能夠進入口袋 為了計程車的問獎 在爭取乘客的時候 能夠更有競爭力 我們提出了各種的協助 包括一萬兩千輛老舊計程車的 太舊換新 以及其他專業的協助 民進黨中央黨部曾經接到一位 五六十歲的男性打來的電話 他說他沒有工作沒有退休金 也擔心未來沒有依靠沒有人照顧 他以後的人生怎麼辦 我知道他們的焦慮 所以我們通過法律 協助中高齡者的就業 同時我們也開始研理 要協助中老年民眾的養老的財務規劃 也幫助農民規劃退休制度 當然我們要做更完整的長照 那麼一個來自苗栗的年輕人 他寫信給我 告訴我 他仿鄉創業的過程中 遇到的種種的困難 還希望工部門 給年輕人更多的助力 創業需要 郭佳清姐 我們等一下會再就長照 育嬰青年發展 以及整個國際關係 再來好好談 但是這一次 我們選的是中華民國總統 最最最大的重點 就是在國家定位 國家安全 兩岸之間的路線 兩岸的互動 以及臺灣如何彰顯 我們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 剛剛包括施惟兄 也包括那個張委員 都一直在談到說 很顯然這四年來 兩岸是陷入一個很大的僵局 對民進黨來講 那個僵局 可能不是我們造成 是對岸所造成的 可是很顯然 這就是一個僵局 有可能改變嗎 我們來講一個事實 如果蔡英文今天 是沒有捍衛好 中華民國的主權 讓這個民主自由的制度崩潰 那我們現在在選舉 在選什麼 我們現在坐在這邊 可以大家好整以暇的 來討論政見 我們可以充分享有言論自由 我們可以有各走各樣的攻防 我們晚上出去 不用擔心 這個治安不好 我們不用戴著 防毒面具 我們不用擔心 我們的捷運出問題 我們的公車 捷運 高鐵 這個台鐵 所有的交通系統 我們在努力地把它優化的過程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想台灣已經民主化選舉 進入了第十四屆的總統了 接下來就第十五屆的總統大選了 那我們還在原地踏步 我很遺憾就是 剛剛索文講得對 你只有寶貴的十分鐘 你花七分鐘 在講中華民國主權 如果中華民國沒有主權 我們現在在選什麼 我們現在在談什麼 這不是一個假的 這種談法嗎 第二個 剛剛世維兄也指教了很多 說 蔡總統都不講中華民國 我請大家回想一下 剛剛過的十月十號 雙十節的國慶演說 中華民國就在蔡英文的講稿裡面 出現了八次 中華民國 臺灣 這個就是我們大家的國家 他都是這樣子在講的 為什麼我們老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去 我覺得可以批評 可以指教 但是不需要去挑這種無聊的語弊 第二個我要再特別講 維護主權 是所有政黨都應該要有的 共同責任 當然總統首當其衝 但我很遺憾在這個 在現在臺灣 中華民國 老是有一些政黨 是在幫敵對的國家 戰勝 拼命地狂打自己的國家 這樣的人 難道真的是 愛護中華民國嗎 這個指控蠻嚴厲的喔 我當然要嚴厲的指控 我等下補充一下 可以在政見會喊高聲 三次的中華民國萬歲 難道不能在中聯辦 提一提中華民國四個字嗎 請對岸尊重一下臺灣 不行嗎 改變現狀的難道是臺灣嗎 是中華民國嗎 從來不是 您談到中聯辦 很顯然包括宋主席跟韓國瑜 都進了中聯辦 宋主席到中聯辦去 是表達說 臺灣人沒有辦法接受 香港模式的一國兩制 很明顯的就直接在那邊跟中聯辦的主任 直接表達沒有什麼不好 沒有人敢這樣子講 宋主席就是這樣 韓市長到香港的中聯辦 他是去替城市拼農業的一個外交 他是在拼訂單的 那如果這樣講的話 那城區謝長廷都到對岸去了 那怎麼講呢 他們有親中聯辦 那再不過來 我回應一下 徐家庭剛剛講的 講說他們在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 我請問 如果不是國民黨 在今天撥遷來臺 在過去的八二三炮戰 在嚴厲的一個捍衛的話 今天哪有中華民國的一個民主自由社會 徐家庭以前還講什麼 八二三炮戰 那是國共的一個內戰 你講這句話不厚道 我今天講哪 如果中國國民黨 在過去從三十八年撥遷政府以來 沒有在台灣捍衛這一塊寶島的話 今天有自由民主的一個社會嗎 今天有自由民主的國家嗎 民進黨過去在選舉的時候 就是亡國改 就講馬英九執政八年 要把台灣賣掉 結果證明啊 馬英九卸任的是 把台灣的一個農產品賣很多啊 OK 那我也許 因為我們時間已經過了一半多了 我們也許在兩岸的部分 下次再來好好討論 我們先來談內政的部分 兩岸關係當然是極為重要 國際的政治也極為重要 但很多人還是最關心是民生 經濟等等 我們來看看 小英總統在他的臨任辦公室 以及中央社呢 有整理了這下三年多來 四年他到底做了什麼 有哪些政績 當然對在野黨來講呢 要批評的 也就是這些 到底做的對不對 做的好不好 做的夠不夠 那小英就要拿出來說 他到底是不是呈現 呈現了他當時的承諾 第一個年改 確實有 但改的是不是 盡如人意 見仁見智 再來 人權轉型正義 同婚立法 也立了 這是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 同婚合法化的國家 轉型正義 有促轉會 追討不當黨產 勞工的議題呢 有勞基法修法 那包括降工時利益修 落實週休二日 連續三年調漲 基本工資 農業的部分呢 在農產品外銷 也有明顯的成長 育額跟長照的部分 有長照二點零 育額今天擴大補助 臺美關係呢 美國通過了 臺灣旅行法 臺北法案等等的 我先請教一下 舒文雄 四年對親民黨來講 這是一個亮麗的成績嗎 我覺得蔡英文 目前所提出的這些 不管是 已經做的 不是提出 對對對 已經做的 就是同婚了 為什麼我們的 這個公投沒有過 然後一定要 繼續這樣子去做 我相信很多 臺灣有很多人 對這個是質疑的 就是說那以後 我們的公投 就廢了就好了 既然公投是無效 那我就 我就不要去公投了嗎 然後立磚法 結果我們就是立磚法啦 好 那臺灣的農業 我相信所有的農民 他才會感受到 我們的農業補助 農委會都一直說 我們是最好的 亮麗的成績 可是你有看過 一個政府 因為要補助 我們的臺灣農民 臺灣的香蕉農 或者是這個鳳梨農 然後拿著他的刀 一刀一刀割在 在那個香蕉上面 然後才變成 拿可以補助 然後可以拿去餵豬 一個農民 他的生產的香蕉 沒有幫 我們的農委會 農政機關 沒有幫他外銷 竟然是用割的收 來收這些農產品 然後拿去餵豬 農民的感受是怎麼樣 你都不要跟我講說 你幫臺灣的農民賣多少出去 只要有這些事情發生 那都不用講了 是 那是農業產銷的問題 不過我請教一下委員 不管是對宋主席來講 或者是對整個親民黨來講 你們最看不下去 這四年來 中華民國應該做到 而沒做到 而如果變成是宋楚瑜 就能做到的 到底是什麼 很多啊 一律一休 我們為什麼不能改呢 一律一休已經改了 那如果宋楚瑜當總統的話 那我們就會把他異業異法 一年三 我不能每一個人都穿 我要按照每一個人不一樣的 的職業 他的身材不一樣 我要符合他的體材 這個叫異業異法 就是說 我是學設計的 我設計我有可能晚上 三點才開始有那個靈感在做 可是我白天在辦公室裡面 我就畫不出來啊 是要量化還是直化 我要量化 量化 我就一定要一直生散 可是我要直化 我必須要有時間 充分的時間去思考 我才可以創作東西出來 這叫異業異法 不是每一個 你都要規定他說 欸 不好意思喔 你要做一律一休喔 那一律一休造成台灣多少產業 因為這樣子而損失 我相信 秦民黨 宋主席今天可以來做 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們很多問題 我們都可以 第一 農産品 既然農産品我們是要用收工的 要收工 現在要來留 如果是留我們農民的肉 不好意思 秦民黨一定在生產後 做生產定義 生產定義 現在已經很簡單了 手機每一個農民都有手機 農會也可以讓他們一個QR Code 每一個農民 只要在農會出入的 我把他QR Code的database 我做起來之後 我後來我生產 我就可以說 蒜頭今年可能會敲過喔 那我敲過 我要外銷到哪裡去 我跟你講 正在做都沒有做好 委員我請教你了 這我都很清楚 我農料比我更清楚 你談到一律一休 其實我們就是勞動基準法的修正 所謂的勞動基準法 就是最低最低的門檻 不管你任何型態的勞工 通通都要至少有這一種 最低的所謂的勞動條件 也就是一禮拜 不管是好 拜六禮拜 還是拜一拜日 最沒有七天 你要一天給做休息日 要一天給做立假日 照例說要休息兩天 但是你如果休息日要加班 你就要付更多的加班費 這個是最基本的最低門檻 如果說再去彈性 你說異業啦 或者是說做彈性化 處理的話 會不會使勞工的工時 勞工的剝削 勞工的處境更加危難 我們處理都說保護六工 但是我們有去輸客 就是說六工 他想要做工作的時候 我們是沒辦法給他做的 我必須一定要受休息 因為你沒有休息 我老闆我給你兩倍錢 我老闆我因為 我要給你兩倍錢 增加我的身份 我因為這樣增加 我可能三成的身份 所以說我的定段 我就不吃了 我不吃了 好 我們的市場點點的萎縮 我們的工人點點的 沒有辦法競爭力 這就是臺灣目前發生的問題 是 不是說 我們站在 都說 我就想說 我在為六工 不好意思 六工真的要做嗎 六工是怕沒空氣才會做 OK 瞭解 同樣的問題要請教示威兄 不過我們剛剛談到說 小運總統這四年的政績 我們來看看韓國瑜說 他四年的未來的政見是什麼 包括他說要捍衛 中華民國主權 堅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包括說他要申請加入國際的經濟組織 洽簽FTA 重新協商ECFA 重新協商ECFA 等一下我們會再多談一下 這個 能源的部分呢 最大其實跟小運總統最大的差異 這是根本性的差異 韓國瑜呢 韓市長 他說要重啟核四 不過他有前提喔 在安全無一的前提下 會重啟核四 還要人民同意 那讓綠能價格下跌 空氣乾淨 三支劍在青年的政策 包括呢 成家基金 包括輕營共居 包括根流 臺灣 育兒呢 叫做零到六歲 國家養 如果我有講錯 拜託你更正我 還是國家養 而不是說國家跟你一起養 國家養 他的一個部分 他就是國家幫忙養的意思 國家幫忙養 剛一個問題是說 四年來對韓國瑜來講 最看不到的是什麼 那如果是韓國瑜 未來四年又可以明確達到什麼 我相信我們剛剛一開場 為什麼韓國瑜在第一輪的時候 他要發表重點都在兩岸的一個政策 國家的一個定位 我相信人民老百姓這幾年過的生活 很辛苦 或許執政黨民進黨 他一再的在今年一直講說 他的一個GDP 他是亞洲四小龍之首 可是你去看一下二零一八 我們的人均GDP 我們是只有二點五萬美元 我們是輸人家輸到淺淺淺淺 最多買一名 我們的一個GDP的總量 我們是五千八百九十四億美元 我們還輸給南韓 一萬六千一百九十八億美元 我們只贏過新加坡跟香港 好啦 那今年你說你成長 那就是你們六三三沒有達到 因為你不好 你二零一六你就接手 二零一七你也接手 我是拿二零一八的數據 你今年不好 所以說你今年成長多 今年不要忘記了 亞洲四小龍還有什麼 還有韓國在年初的時候 還有南北韓的一個 飛彈發射的一個危機 今年香港五六月就開始 反送中的一個條例 他整個 我們在亞洲四小龍 你現在還給你自好講說 你的一個GDP 你的成長都是亞洲四小龍之手 那我請問你跟對岸呢 跟對岸的那個恐龍 那個怪獸呢 你不是只有自己高興而已 那既然經濟要起來 你兩岸的政策 你不能夠只有批評 我就講你要拿出對策 那你今天你講說你能源政策 我就講啊 蔡英文總統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等到你如果今年 你已經 你到明年一任任滿四年 你的綠能到多少 有機會 你如果還連任再四年 到二零二四年的時候 你的能源政策會到多少 你不要告訴我二零二五年 就算讓你兩任不信連任了 你兩任八年做完了 結果你告訴我 講說二零二五年 才會達到綠能二十趴 這是不服這個人的公款嘛 OK 那四位想要請教你啦 就是說 按照國民黨的這個論述跟邏輯 是說兩岸關係 必須維持一個比較好的 穩定的發展 那臺灣的經濟才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我想請教是現在 這至少這一年來 我們遇到的經濟的現實是 第一個中國經濟和 很顯然是在下行的 第二個中美貿易戰 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也因為這兩個因素 使得有很可觀的台商 願意轉回來臺灣投資 所以我們才看到說 昨天臺灣的股市上了一萬兩千點 我想問的是說 在現在的這樣的經濟現實 不管說同不同意 這合不合理 但是這是現實的情形下 如果國民黨在明年初的總統大選 勝選了 希望維持住以往在馬總統那時候的兩岸關係 真的能夠在這個市可以改變 然後重新讓臺灣經濟起飛 而不會所謂的跟現在的中美貿易有所衝突 也不會跟現在的中國經濟下行有所衝突嗎 先從之前我們就講了 被鄭民中委員抓包了嘛 你經濟部 你講說臺商回流 到處演講到處助選七千億 結果實際上問起來是零 所以說你到今年年底 那個時候十一月問的零 那你今天中美貿易 人家簽訂了 人家和緩了 那現在好你說臺商回流 很好 五缺的問題解決了沒有 也不見得解決啊 剛剛我們講到能源的一個問題 你電的一個部分 你現在還是這樣中南部的 然後用大粒的一個藍莓 那你空氣變得多糟 你人民要用肺 來呼吸 然後你今天告訴人民 你老百姓講說你的能源政策到二零二五年 你會非核家園 然後你會達成 那現在你還不是用核能 所以說韓國瑜提出了這個能源政策 再來 經濟的議題 我剛剛就講 十年快到了 那你今天政府就講 你對岸不能夠廢掉 當時二零一二年在辯論的時候 你蔡英文不是反對的嗎 結果現在你可以 吃得好的時候 你說你對岸不能廢掉 那你不能廢掉 只有你在那邊叫囂嘛 你要怎麼樣做下來 不是跪著談 我們也要有我們自己的組件 怎麼樣子能夠 大家都能夠和平共處 政府不是告訴人民講說 你要跟他敵對 你一直罵他 你要找出一個對策 找一個對話的管道 這才是正確 就如剛剛宋文講的 一粒一修的問題 你修了兩次 有修到現在人民滿意嗎 我相信還有六七成大家不滿意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去檢討 我們必須要去檢討 你碰到經濟的一個議題 港的問題 五缺的問題 甚至於能源的問題 乃至於你後面 你設服政策的一個補貼 這都很多 今天我剛剛也講 蔡英文總統 你都一直美化你的數字 剛剛信總講的說 股市上了一萬兩千點 我請問 有多少股民賺錢 台積電只要漲一塊錢 他就能夠讓大阪漲十點 起十塊 他就大半了 起一百塊 最近我們都只有看到台積電 無量的一直上漲 可是台積電有多少七八成都是外資 我們台灣老百姓 我們賺到多少錢 我請教你其實問題 美化數字而已 不管是對親民黨 對國民黨來講 他們最在意的還是經濟 其實包括連勞工一例一休 也是在經濟這部分 還是在樓港有賺到錢 沒有賺到錢這一塊 我想問的是說 經濟議題上面對親民黨 跟國民黨的夾工 您的回應是 我想我們第一個已經提出 很具體的政見 而且也用三年多實際的政績 來跟大家做說明 當然大家覺得說 股市只是一個經濟櫥窗 那但是他這個櫥窗 代表的是你整個經濟是火弱的 否則外資為什麼要來投資你呢 你這國家不會賺錢 我幹嘛把資金投進去呢 那不是浪費了我的資金嗎 那我想國民黨朋友過去執政 這麼久的時間 應當是相當了解這個國家 非常多的統計數字 都是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在建構的 我們並沒有改變這個數字建構的基礎 所以包括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三萬家的殭屍要下架 是因為洗錢法通過以後 這些公司本來就沒有在營運 但是這幾年來又增加了五萬多間 新的公司 是真的活絡在經營的 所以我覺得個人很遺憾是說 批評的人根本是沒有抓住重點 或者是說包括這個所謂 在七千多億到臺灣投資 我們都知道 不管是臺商也好 外資也好 他的投資難道是直接從國外匯錢進來嗎 不是這樣子的邏輯嗎 他很多時候是說 我願意投資這個地方 我在這個地方借錢融資等等 然後或者是我轉進 讓我的財 讓我部分的財產 或者設備移到臺灣來 概念上就叫投資 不是你今天收到多少錢叫投資 是經濟部投審會通過多少的審查案子 然後這些案子總和是多少錢 這我覺得非常吃驚 國民黨執政幾十年了 投資怎麼計算 就是這樣的計算邏輯 這不是民進黨發明的 結果今天韓國瑜的這些政策部門的 這些所謂國政的這些專家 居然把這個東西講成這樣太外行了 我太吃驚了 不會太外行 我覺得這是我的時間 這是我的時間 剛剛其實你們的時間都比我多 我也沒有特別argue 但沒有關係 我覺得今天大家最在乎的是 經濟的層面 是不是能夠讓大家感受到變好 我想我不得不舉幾個數字 雖然數字是冷冰冰的 但我們至少有幾個數字來看 第一個 我們讓中低收入的人 在今年他的繳稅 是不是大幅的下降了 第二個 我們讓年輕的族群 他們在基本的薪資結構 往上提升了 雖然不多 從實薪到基本工資 通通往上提了 平均薪資也增加了兩三千塊錢 這都是不爭的事實 那麼再者 全臺灣整體的GDP 我們知道今年 我們說我們是這個 亞洲四小龍第一 但是國民黨不滿意說 我們一定要跟中國比 中國是十五億人口 臺灣是兩千三百萬 美國都沒有想要這樣比法了 我很吃驚說 韓國瑜的陣營 是用這樣的比法 來貶低中華民國臺灣 這麼一個經濟努力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如果要說差 那回去看看馬總統的成績吧 大家說好的六三三呢 說好的經濟馬上好呢 我想這幾年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臺商會願意回來 臺灣投資 五缺 如果沒有解決 誰願意回來 更何況 能源的問題 民進黨坎非常負責任的說 就這三年來 我們不管是在風力發電 或者光電發電 都已經以倍數成長 到今年為止就五趴增加了 那在接下來會增加的速度更快 所以在未來的四年 蔡總統有機會繼續執政 我們在未來的這個成績呢 不但是會達到二十趴 也還有可能會再超過 以今天的技術能力 而且以現在的光電產業 跟我們的風力發電 又會幫臺灣製造一個新的產業發電機 這個產業發電機 會使得我們在整個亞洲的地區 變成是一個主導性的地位 所以因為綠能的成長 核四重啟 從來不會是民進黨的選項 不會 OK 這是非常清楚的訊息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蔡總統 對於未來四年的政見 跟宋主席對於未來四年的政見 蔡英文的政見是兩岸的路線上 不挑釁不冒進 拒絕一國兩制 那中華民國臺灣是社會最大共識 經濟方面呢 有大南方大發展的計畫 然後農民保障四個多一點 多補助 多競爭力 多安心 多退休 能源的部分呢 還是在於再生能源的發展的部分 二零二五綠電達到二十趴 那青年有就業居住 就學創業等等的這些幫助 還有在長照以及育兒的方面 我們來看看宋主席的政見 兩岸的部分呢 對等分治 尊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希望所謂的高層級的會談呢 可以明顯的透明化 回國之後都要跟國會來報告 經濟呢要制定專法支援台商 建立海外的產業聚落 鼓勵新創的產業 推動簽署CPTPP 還有RCEP 那青年在住房 還有兩桶金的計畫 育兒其實大家都談到育兒 說實在三個陣營談的都差不了太多了 都是國家會用更多的經費來支持 我先請教包括剛剛經濟 包括現在宋主席的政見跟兩黨 很明顯的不同嗎 我當然覺得不同 你那六歲國家養 一開始是郭台銘先生提出來 那我們跟國民黨跟民進黨不同的地方 是我們比較有責任感 就是說他們是用補助 一年補助六萬 我換政黨換人接種 我不是我兒子要給別人吃 那些人沒有補助六萬塊 我兒子要怎麼辦 不可能 我們台灣目前的生育率已經是死亡交叉 就是說我們的老是大人 跟我們的出生率 那是已經死亡交叉 所以出生黨要怎麼立法 第一 我們希望就是用國教往下扎根 OK 國學子 這個四歲五歲六歲 就是由國家來養 第一 蔡英文剛剛也有講到 他說我們現在託育的部分 還有我們要到這個公立公託裡面去 我們他現在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為什麼 每年的新春開始跟暑假結束 為什麼那麼多的家長要到處去 用衣服 說拜託 你下三天 我兒子要抽籤 我兒子要後補 為什麼 只有我們零到六歲 國家養 秦民黨的版本 往下扎根到 四歲 對 那零到三歲 國家來補助 因為零到三歲需要父母親的照顧 他才會有親情 親民黨這項政策要花多少錢 親民黨這樣的政策 絕對變得比較熟 要超愛多少錢 對嘛 很簡單 我們親民黨目前沒有數據 這個執政黨才有數據 我們有多少國小國中 閒置教室跟老師 有流浪老師 這數據都在網路上 全部可以當漏 流浪老師 閒置的 國小國中的教室 這些全部都可以改成 我們未來零到六歲 這個往下扎根 從四歲五歲六歲 由這個國家來養 這國教耶 我不會因為任何政黨的變動 而有任何的 我要什麼六萬塊 變成是四萬塊五萬塊 國家 比較沒錢的時候 我變三萬塊 不會有這種問題 了解 了解 這是一種義務嘛 我要請教你 剛剛那個張委員 也談到說 如果是宋主席 當總統的話 就是要往下扎根 在國教的部分 那當然預算的部分 可能需要再做一些 釐清跟溝通 不過我想問的是說 那如何說服民眾說 韓國瑜當選 就哪個部分 一定會做得比蔡英文好很多 我相信這一個 幼兒的一個政策 是大家現在重視的問題 為什麼 你不怕國家幫你養子孫 就怕沒有子孫 讓國家養 今天 碩文委員 或許會擔憂講說 哎呦 一朝一條田柱 一條行 你這個政黨 你動選 可能你做四年 你的政策 那後來政黨論題 後來會不會延續 我相信今天所提出來的政策 他都是必須要經過立法院 三讀通過的 你今天第一胎 韓國瑜提出的生育的補助費三萬 鼓勵生育第二胎到六萬 這次直接到六歲 那蔡英文總統 你提出來的二到四歲 月齡兩萬五 你也是一年三萬 但是你零到二歲的 你四到六歲的 你沒有 那今天如果說這個政策 在立法直接下去了之後 你後來如果政黨論題 你要做修改的時候 你還是要經過立法院最高 這個立法機關同意啊 你才能夠去更改 同樣的 過去我們的一個國民教育 從六年到九年到十二年 甚至於大學普及化 那是因為為什麼 我們人口多 所以你還是認為韓國瑜在幼兒政策 會做得很好 幼兒政策當然做得很好啊 而且你本身四到三歲 你的幼教是免費 然後三歲以下 你還要成立幼兒發展中心 我們只剩下一分鐘 我們只要一分鐘回應就好了 其實韓國瑜不用講這麼多 他只要真的現在 就在高雄直接實踐給我們看 就可以了 全國就會投他一票說 他確實育兒政策 他確實教育政策 可以做得比大家好很多 但我很遺憾他剛剛只有在講 沒關係 你剛剛講那麼久 我都沒有差你的話 思維很小 你要把餅做大嘛 在這個概念裡面 你如果連這麼小的規模體 你都做不到 你如何告訴我 你全國兩千三百萬的規模體 你有更大的能力 而且你的財政可以平衡 高雄市的欠債 我想這個是互相尊重 我講話你都插嘴了 就是說那個執政黨被質疑 當然是理所當然 我想問的是如何說服民眾 接下來四年 蔡總統能夠再做到什麼東西 我想第一個 當然是建構在他過去這一段時間 作為中華民國總統的成績 如果這些成績今天是拿不出來的 就像當時說633結果全部歸零 那今天我們可以很大膽的跟大家說 蔡英文說的 她絕大多數都做到 雖然還沒有百分百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更長的時間 比方我們剛剛講的 能源政策要達到20%的綠能 我們確實是需要八年到九年的時間 我們沒有亂開支票 我們非常的負責任 我們如果今天亂開支票的話 歡迎這個兩組 首先是穿樂隊的柯佳燕 還有時光漢 歡迎兩位 歡迎 來 別人說 海風遊歌 包景點 原來帥哥 唱歌是會走音的 不要這樣 背面 英九 嗨 你好 嗨 我用心 我用心 你覺得是鼻子嗎 你覺得是鼻子嗎 你有什麼根據嗎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是單純覺得 這樣子離印堂比較遠 大家好 我是耀淳耀 之前在鄭文棠導演的戲劇作品裡面 有跟公共電視的觀眾見面 在燦爛時光裡面 我飾演的是 我一直追求公平理想正義的青年 許民強 我沒有在旁邊看而已 而在奇蹟的女兒裡面 我飾演的是 花花公子 小五 我現在可以處理給你看好了 好 我隨便 我在想辦法 好 這次在鄭文棠導演的 《鏡子森林》裡面 我飾演了一個 我從來完全沒有接觸過的角色 他是一個 遊走在黑白兩道之間的社會線記者 當記者的工作 我是爽的 在如何成為好記者的過程當中 他不斷地以自己內心的正義 和現實的利益拉扯 是一個相當有挑戰性的角色 公共電視一直非常支持我 在我當演員之後 演出了很多的作品 希望大家也支持公視 請撥打捐款專線 字幕允許 在及 cabinet尊 程歡迎 給大家看一下 製作賓民眾時間 Airport …… diamond 中 Pain 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